一次普通的感冒却让健康的中年男子一病不起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普通感冒 本来身体又很好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状态 病逝凶猛不容小觑 感觉这病人的整个状况比较重 全身有点疏忠 寻找发病原因 矛头却直指家中用药 看似普通的感冒 心机置他于死地 男子感冒的背后 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即将播出 2015年1月30日 陈江海怀着无比忐忑的心 在哥哥陈慧景的病危通知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而眼前的一切 让他根本都无法相信和接受 我大哥的话一直以来身体都很好 除了他这个经常保持断念以外 他的饮食生活习惯的话 都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在一向身体健康的陈先生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 让这个曾经身体强健的中年男子 一病不起 2015年1月27日晚上8点左右 陈先生因感冒发烧 来到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4医院急诊科 犯者当时主要就是发烧 全身没有力气 这种症状已经持续有四天了 我们考虑这个发热年因不小 所以我们就给他收住院 进一步诊治 很快 陈先生被医护人员送入了呼吸内科 而此时的陈先生仍然在恐怖的高烧中煎熬 患者来的时候 主要表现为一个高热 体温最高达到40.5度 伴有一个轻微的咳嗽咳痰 持续的高烧 已经让陈先生显得疲惫不堪 再这样下去 病床上的陈先生 很有可能因高烧而出现休克 为了尽快确定他的发热原因 同医生为陈先生安排了一个抽血检查和胸腹部断层扫描 但是主要怀疑一个呼吸道的感染 给他进行了一个肺部CT的检查 提示一个酸肺的一个炎性的一个改变 肺炎 也许正是因为肺部的炎症 才导致了陈先生的持续高烧 为迅速退烧和控制炎症 医生们联合使用了抗病毒和抗细菌的药物 同时进行治疗 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整个人的气色和状态呢 跟他原来的身体状态呢 完全不一样 与此同时 陈先生的血液报告出来了 但是检验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报告显示 陈先生的血脚板仅仅只有27部 而正常范围是在125到350部之间 情况紧急 同医生立即通知血库中心 调来了血浆为陈先生输入 可是事情好像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血液报告单中 同时又发现了其他的异常 陈先生的转胺煤和鸡肝 都有所升高 这也就说明 陈先生的肝肾功能也出现了损伤 陈先生到底怎么了 普通感冒怎么会导致多脏器受损呢 考虑到病情复杂 发病原因无法确定 呼吸内科立即召集了会诊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而徘徊在生死边缘的陈先生 却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经过我们一个积极的治疗 患者体温并没有降到正常 能有39度 当时我们就怀疑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 不是普通的感染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又该如何确定病因呢 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 同医生使用对症抗生素 为他进行治疗 又再次进行了相关的病理学检查 正常情况理解的话 就是一个普通感冒嘛 普通感冒高烧不退 那我们理解的话 应该可能就是有炎症引起的 只是不知道什么炎症而已 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密切守候下 陈先生的体温逐渐恢复了正常 让在场的医生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是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 检验的结果却再次出现了异常 单肾功能持续损害 即将衰竭 检查结果却指向其他疾病 发病原因 胡说迷离 迟迟无法确定 到底是什么 让中年男子危在旦夕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陈先生的鸡肝和转胺霉还在不断的升高 肝肾功能还在持续损害 医生们明白此时的陈先生再次向死亡走进了一步 面对这样的情况 彭医生请来了血液科万佑峰主任 为其进行骨髓穿刺活检 患者肝功能异常 肌肝持续升高 已经达到一个急性胜衰竭的一个减状标准 陈先生的病情还在不断的加重 找到病因成为了救治的关键 进行相关检测之后 发现自身抗体部有些阳性的结果 考虑是否存在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 佟医生赶紧请来了肾病中心主任梁蒙进行会诊 经过会诊 医生们决定将腾先生转治肾病中心 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而这时候的家属也终于盼纳不住 因为我们觉得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感冒 那么也用了药了 应该很正常就好起来了才对 怎么会的话还是要转科 这个病人的话应该说 他这个整个治疗方面风险是很多的 各个环节都有可能造成一些问题 病情来势汹汹 单凭一两项结果 不足以确诊发病原因 梁主任决定采用相对保守的办法 为陈先生进行了八小时连续性血液净化 并采取了激素进行冲击 为下一步的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就在这时候 骨髓穿色活检的报告出来了 显示有异常淋巴细胞的存在 也就是说患者也很有可能是血液病 因为当初很多科室的医生也都来考虑 这么短时间内出现这样严重的病化症 多战器的功能的损害 有没有可能是血液病呢 有没有可能是风湿病呢 大家都要讨论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普通感冒 本来身体又很好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状态 陈先生的鸡肝值还在持续上升 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 由于大面积的水肿 此时的陈先生已经面目全非 我大和他的朋友和同事来看他的时候 都认不出他来了 这一看的话 人的整个体征跟原来的区别太大 整个人的头啊手脚啊 都有明显的水肿 基本上如果没有仔细的看 都认不出来 此时所有的治疗都陷入了僵局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陈先生的发病情况 梁主任再次对陈先生及其家属进行询问 这次的询问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我们就发现了里面这些病呢 这个在感冒以后呢 吃了很多相关的感冒药 包括解热症痛药 包括抗生素 抗生素就用过 有用过两种 那么陈先生此时的状况和他吃的这些药有关系吗 梁主任猜测着 经过两天的不断治疗 虽然肌肝还在不断的上升 但陈先生的血小板终于有了明显的提升 上午报告一出来 我们下午就当机立断就给他做生存测过检 就把他的标本肾脏组织取出来送检 这样的话为下一步的这个明确诊断 就铺垫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病因渐渐浮出水面 矛头直指家中用药 记者随机走访药店 却发现存在巨大安全漏洞 日常感冒应该如何服药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经过最后的等待 肾活检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而结果正好证实了梁主任之前的猜测 陈先生为药物造成的伤害 那么陈先生在入院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怎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病情呢 原来陈先生在入院的前两天和公司同事在一起聚餐 午酒不欢 大家就喝了一点酒尽兴 回家的路上不慎受了凉 感到头痛头晕 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在意 以为多喝点水睡一晚就好了 可是当第二天起来时 却发现头痛的更厉害了 他赶紧拿了体温计进行测量 显示确实有些发烧 陈先生赶紧找来了家中的头包 书封解毒胶囊服用 并且还用了双氯分酸钠酸剂 第二天陈先生发现自己的感冒症状还是没有缓解 测量的体温也比以前更高了 考虑到工作繁忙 陈先生急于康复 他又去附近药店买来了银朵美心 按照说明书服下 可是服用了这些药后 陈先生的症状还是没有好转 依然高烧补退 他再次去药店买来了多吸环素服下 而他服用的这些药物中 头包和多吸环素都属于抗生素类药品 双氯分酸钠酸剂 银朵美心都属于解热阵痛类药物 短短两天内 陈先生用了多种同类型的药物 从而导致身体器官的衰竭 危及生命 事情至此终于真相大白了 在明确了病因后 医生对症下药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 陈先生终于逃离了死亡的威胁 目前已基本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像陈先生这样因感冒乱吃药 而造成伤害的案例屡见不鲜 2015年1月28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民周女士 因一周前出现鼻色 流涕等感冒症状 在家服用感冒药后 症状未见减轻 自行加量三天后 出现胃部疼痛和便血症状 2015年3月11日 贵州省贵阳市民陈先生感冒发烧 却因用药不当导致肾脏受损 2015年3月14日下午 家住山东省早庄市薛城区永兴路的张老先生 患感冒后自行服药 导致血压升高被紧急送入医院 看来在感冒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随意的吃药 尤其是抗生素类药物更要多加注意 那么我们在感冒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正确科学的服用药物呢 我们现在一般得了感冒 基本上都开类似的一些感冒药 成分全部是副方 那么假如非要使用抗菌药物 我们建议口服一类的抗菌药物就可以了 没必要再联合使用 比如口服了头包类的 就不要再使用阿末西林之类的 普通的感冒 感冒充剂就可以了 如果胃肠型的 可以使用一下货香正气类的 如果去药店再买 建议大家要注意 药品包装盒上 如果是OTC的 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个药店购买使用 假如药品的外包装盒上 没有OTC的标示 那么这一类药物 建议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 经过医生的诊治 在药师的指导下 进行购买和服用 此次事件中 陈先生所服用的这些药物中 都是在药店自行购买的 而且全部都属于处方药 那么陈先生的这些药 都是怎么买到的 可以随意购买处方药 尤其是抗生素 到底是个案 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呢 为此 我们在厦门市当地 随机走访了五家药店 在我们随机走访的五家药店中 其中有两家 需要我们出示职业医生的处方证明 才能进行购买处方类的药品 而另外的三家药店 当记者提出 需要购买头包等抗生素药品时 店员毫不犹豫的就拿给了我们 并推荐了几种同类型的处方类抗生素 整个过程中 店员并没有让记者提供 职业医生所开具的处方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食品药品管理总局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中的 第二条明确规定 根据药品品种 规格 适应症 剂量及给药途径不同 对药品分别案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进行管理 处方药必须凭职业医师或职业助理医师处方 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 非处方药不需要凭职业医师或职业助理医师处方 即可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 通过这个事例提醒广大群众 使用感冒药 止痛药 抗生素 要慎重 要学会正确的阅读药品说明书 特别是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 不能几种药物同时使用 一旦出现临床症状 要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 才能得到良好的救治 2015年4月27日 新疆阿克苏地区以草棚着火 由于当天有七级大风 大火严重威胁周边民房 情况危急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承县公安消防中队 迅速前往救援 大火在狂风的作用下 迅速蔓延 火星四处飞溅 起火范围不断扩大 消防队员在下风口使用两支水枪 对现场蔓延的火势进行压制 同时联合村民清除周边渔火 经过两个小时的救援 大火被彻底扑灭 据了解 这次事故 是由于起火草棚的主人 在室外做饭时 炉火没有完全压灭 飞出的火星点燃了周围的牧草导致的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大风天气 尽量避免室外用火 以免火星飞溅 因燃亦燃物发生火灾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